你别叫叫什么 哎呦真的是你干嘛 我这搞点这个 你说他在旁边叫半天 你看没开出好东西吧 这破方块浪费了我一次运气 把这些破烂咱们存起来 不过这些破烂里边是有好的 像这个红石就很好 然后有人会问我 叶峰你前两天 你前天不是 你昨天干嘛没更新啊 为什么没更新啊 昨天睡过头了 昨天直播的太晚了 然后就没更 今天不会的啊 今天我早时差 以后我不熬夜了 所以呢今天三期视频 一期都不会少的 可能就是更新的时间不太正常 因为毕竟是导时差嘛 肯定是要抽空录制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喜欢咱们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现在在沙漠里 寻找我们下一个方块的位置 找到了一个 复数嘛 我最喜欢了 那如果是复数方块的话 我建议啊插火吧 我现在还没有等着 交换的转画桌是吧 看来 给抓紧时间搞一个转画桌 哇这水萝卜 搞得我现在都想搞爽画桌去了 81万EMC值 这离我的便携是嘎嘎劲的 河豚 我记得河豚是不是可以做幸运方块啊 还真的是 有河豚方块这种东西 太好了 转画桌在哪里 我恨不得现在把它剁出来 再开三个方块 咱们就下矿 去做转画桌 哎呀 秒杀票票的 这个太多了 太多了 呦 什么 鞋子 看一下这什么鞋 能飞吗 不能飞 防御力确实挺高 只是没有这个飞行效果的话 我不是很认可 我不相信水机方块能空啊 不错 掉了一个本体方块 这本体方块 咱们可以留着当素材 是吧 这啥呀 用幸运钥匙 一般什么都砸不出来 还没有 再砸不出来 没有用 这也没有用 咱们现在可以安排一下 准备下矿 回家存一下东西 不过这边还有一个方块 那咱们就把它开了吧 这是什么 还是秒杀片 哎呀 为了不使心 兄弟们 看这能不能再开出点东西 哎 有铁 哇有铁 铁的可以换金钉 旁边有啥呀 杜虫吗 那这些都跟咱们没啥关系了啊 回家下矿 看咱们都需要搜寻什么资源啊 钻石 红石 银石 我都有 王们 都有 我们现在只缺黑钥匙 对吧 啊 这 直奔主题啊 随便找一个峡谷 钻下去 然后找到一个岩浆池 就行了呗 对吧 反正我们只缺黑钥匙嘛 现在是几层 36层 哦呦 可以可以 哦对了 咱们的视频 互动时间到 如果你正在看这期视频 请扣一 你没看的话 请扣二 咱们记得点个关注 喜欢的朋友们还可以收藏视频 这样看下一集也方便 呦 蓝色石头 肯定会有人说它是钻石 对吧 但它不是钻石 它就是一种蓝色石头 没什么用的 可以做装备 比我们正常的装备 防御力要高 就比我现在穿的力要高 不过没什么特效 所以没有药水效果的 加持的情况下 它就是单纯有防御力 也就显得不那么厉害 妈呀 旁边这有峡谷 相迷糊了兄弟们 相迷糊了 看来黑钥匙马上就可以搞到 哦哦 我们要进入正轨了 这可是咱们2023年的 这个第一季 比较正式的 极限幸运生存 马上就要进入正轨了 非常开心 飞出来 蓝色石头吗 我有吗 我应该还没有 挖一下 如果我有的话 我应该会戴在身上 那大概率是没有 这个东西烧 烧矿物烧肉都特别快 蓝色熔炉省燃料 一个煤在这个熔炉里 相当于 八块煤 特别划算 OK 还有一个东西咱们没挖 你们猜的是什么 这个矿洞里应该也有 那就是碎石啊 找一下碎石的位置 这应该有 我看见碎石了 就决定是你了 碎石 连锁 呀 散钻 这运气 兄弟们 抠666分享夜风 挖矿的欧气 你肯定啊 有好多人没看到视频结尾 看到视频结尾的兄弟们 发个表情包 证明一下你看着呢 多互动 录视频也要多跟粉丝互动 这样的话 大家才有一种 跟我玩的感觉是吧 哈哈 现在我们可以去做 我们的转化桌 好像没有铁吧 要不要咱们再挖点铁 然后回去做转化桌 哈哈哈哈